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摆金刚扶摩圈或许还有得一打 但如果三度一旦摆下了金刚扶摩圈 那乔帮主是必摆无遗的 因为破金刚扶摩圈不仅要精湛的外攻和灵敏的应变能力 更需要深厚的内攻 乔帮主虽然是功力金属 自身也拥有正宗的少林内攻内力雄厚 但是他也没有达到张无忌九阳神功的地步 而且身在圈中不一定有机会使出强龙掌来 乔帮主的武功虽然扎实 但是他也会出现力竭的情况 他的内力可不是用不完的 乔峰一直是一个战神式的人物 他的成就真是自己靠着双手一路打过来的 这也得益于他扎实的武功根基 七岁开始就得到苦玄大师的传手 不但练的是正宗的少林外攻 比如说降魔掌和龙爪手这些 更是练就了一身正宗的少林内攻 玄苦大师在少林玄自备高手中 内攻的修为那算是最高的了 他远几前还能发现躲在暗处的乔峰 但在场的玄辞等人却是毫无察觉 乔峰都在感叹他的内攻修为 都说民师出高徒嘛 那师父都这样了 乔峰的内攻有一定的成就 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嘛 16岁那年又拜汪建通为师 进入丐帮 不但跟传公长老吕章 学了包含太祖长权在内的十八般武艺 更是学到了丐帮的传世绝学 祥龙掌 他的悟性极佳 武功也越来越精进 之后汪建通为了考验他 有心把他培养成帮主继承人 又给他设置了三大难题 七大功劳这样的考核 乔峰在于实战中 不断升级和进化自己的武功 这样的锻炼和积累 让他的实战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 临场应变能力 那也是同样超群 可以说是逢战必胜 也让他闯下了 北乔峰这样响亮的名头 乔峰的实战能力有多强啊 在巨贤庄一战就能看得出来 面对供而讨之的群雄 一套太祖长拳 就打得群雄不知所措了 只能以攻击受伤的阿珠 来让他分心挽回盛局 但是我们注意的是 虽然经常夸乔帮主 像一个战神 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神啊 他也同样会出现 历劫的情况不是吗 这一点 从他在邵氏山 独立对阵慕容复 和尤坦之两人联手时的战况 就可以看得出来 萧峰此刻 力战两大高手 比之当日在巨贤庄 与数百名武林好汉对垒 凶险之势 十步荒多让 但他天生神武 体内潜在的永利 越是发黄奋扬 将响龙二十八掌 一掌掌发出 竟使慕容复和尤坦之 没法近身 而尤坦之的冰残寒毒 便也不致侵袭到他身上 但是萧峰如此发力 内力消耗着实不少 到后来 掌力是非减弱不可 尤坦之看不透这其中官巧 慕容复却心下血量 直到如此豆浆下去 只需自己和这庄帮主 能支持的半个时辰 此后便稳战上风 这是新修版天龙八部 第四十一章内容 由此可见 要不是之后段玉出手 引开了慕容复 乔帮主再一个人打下去 那就一定会败在慕容复 和尤坦之的联手之下 从前一百余招的情况来看 最多也就只能打一个平手 不过尤坦之虽然全力以赴 但慕容复却是半流内力 这就说明 乔帮主最多就能打一个尤坦之 加半个慕容复这样的实力 而且尤坦之的外攻水平 还仅有三流 那么以此来对比三度的金刚浮沫圈的威力 就能看得出 乔帮主要是闯了此阵 会有什么后果了 而且深陷金刚浮沫圈中 每一招都需耗费极大的内力 乔峰的内力也不可能比得上 练有九阳神功的张无忌 在张无忌 初次试探少林三度摆下的金刚浮沫圈时 有两件事 可以直接看出三度 结成浮沫圈时的威力究竟怎样 第一件是张无忌与三度直接交手 身拥九阳神功 内力能够源源不绝的自身不息 越拥越强的他 竟然在浮沫圈中后会感到厚精不足 随时有丧命的可能 这说明在浮沫圈中出招 那是极耗内力的 想要破阵 最大的决定因素在于自身内力的厚度 张无忌初试七成手域 尚有三成功势 斗到两百余招时 剑感体内真气不纯 唯有指手不攻 以图自保 他的九阳神功 本来是用之不尽 愈使愈强 但这时 每一招 均需耗费极大内力 竟然剑感后劲不济 这又是他自练成神功以来 从未经历 这是新修版《倚天吐龙记》 第36回的内容 第二件事 是三度与青海派等八名高手交手 小说明显了 如果是当时张无忌不在圈中 三度能对另八人组成浮沫圈 就算是像这八名高手这样的实力的人 大概有32个人 也不可能攻进他们的浮沫圈 进得了圈内 再想出来 那就难了 少林三僧奋力欲敌 心下都不经叫苦 与这八人相斗 再久也不知落败 只需黑锁再缩八尺 便组成金刚浮沫圈 别说八名敌人 便是16名 32名也攻不进来 可是这圈子之中 却隐附着一个心腹置患的强敌 这少年倘若出手 内外夹攻 历时便取了少林三僧的性命 这是新修版 《抵天屠龙记》第36回的内容 乔帮主的外功那是绝对精湛的 身手也是极其敏捷的 他在扶摸圈中 自能抵抗三度黑锁 意念极动的出招 但是啊 这相斗的每一招 都需耗费极大的内力 这一点呢 跟他对阵 有坦之联手慕容复 在有坦之超强内功 和慕容复 斗转心仪的围攻之下 出手极好内力情况对比呢 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乔帮主啊 如果闯金刚抚摸圈 这么耗下去 也是必摆无遗的 毕竟他的内功虽然深厚 但还达不到张无忌 九阳神功的地步 200招过后的他呀 同样也会感到力竭 更何况乔夫的武功再高 也不可能一个人高过 32个青海派 八人那样的高手综合势力吧 有人说了 乔帮主可以远程攻击啊 就像打丁春秋 救阿子那样 十几帐外就直接出手啊 接连三掌抗龙有毁 掌力层层叠近 就能干掉三渡了 但问题是 三渡不可能站着不动让你打吧 乔帮主能远程攻击 三渡也可以呀 就像原文中说的呀 须知须弥山掌 乃少林派七十二学体之一 渡难在这掌法上 尽淫了数十载 威力非同小可 阴天正退一步 渡难的掌力就跟着进击一步 净力竟不以路程拉远而少衰 这是新修版《倚天图龙记》 第36回的内容 而且要是这么打呀 就不是乔帮主 再破三渡的金刚伏摸圈了 而是在逼迫三渡不能组圈 是以一敌三渡分散式的合力 但是我们所讨论的呢 是乔帮主在三渡的伏摸圈中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在圈中 三渡心意相通 一个人出现破绽 另外两人及时就能补上 再加上黑索 你来我往 乔帮主未必有机会 使出降龙掌来 就算是每一招 都能使出降龙掌 也只会像是对战慕容 附加尤坦之那样 越打越是后劲不计 而组成阵法的三渡呢 依靠伏摸圈 却是以一代劳 这样下去 乔帮主拖 也会被三渡拖垮 当然了 如果乔帮主 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 那他对阵三渡啊 绝对会比张无忌更精彩 实际上啊 虽然不同的小说 难以比较各自的功力水准 但是 以金庸老师在以天屠龙记中的设定 三渡组成的金刚伏摸圈 就是天下无敌的存在 任何人 以个人的力量 是不可能破掉这个阵法的 作为男主的张无忌 能够在最后一战 以一己之力 跟三渡比内力 打成平手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金庸老师 也是以此来凸显男主 在最后的武功 已经达到了顶峰 再也没有能高得过男主的人物了 乔帮主呢 虽然是战绩傲人 但是以他一个人的力量 闯金刚伏摸圈 或者真武气节阵 这样的阵法 都不可能靠自己成功破阵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